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气时间2024年7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财经的夜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还是和大家聊一下习近平消失的一个话题啊 习近平到底是中风 还是说真的是被中共内部的反对派 把他给困住了 这个消息呢 目前在全网还在继续发酵 因为刚刚闭幕的三中全会啊 习近平是没有露面的 特别是在闭幕市上啊 包括新闻领波里面使用的镜头啊 都是开幕式的镜头 没有闭幕式习近平的镜头 更加深了海内外关注人士的一些疑虑啊 目前呢网上有九条啊 认为习近平要么中风 要么已经下台的证据啊 可以说在网上传得很广 当然其中呢 有些是很值得怀疑的 当然其中呢 有些啊 看似是证据啊 但是还是需要中共来澄清的 还有一些呢 可能也可能是捕风捉影 但是呢 网上确实传的是沸沸扬扬 中共和习近平不出来辟谣的话 关于这样的传言呢 还会在网上继续发酵啊 很可能呢 是不是习近平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目前呢 可能有九条已经证明习近平中风 或者是下课的这个证据啊 在网上传的最广的是这些啊 第一个呢 首先是吹捧习近平的文章遭到了下架 这篇文章啊 就是说习近平是改革家的这篇文章 以前呢 按理说像这样的文章精心的写出来 基本上接近三万字啊 可以说这样的文章是不可能全网下架的 但是这一次呢 三中全会开了一半的时候 这篇文章啊 基本上全网都被下架了 很多中共的官方媒体上都删除了这篇文章 所以这在过去啊 这种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这篇文章的下架啊 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真的出事了 然后呢 中共啊 全面开始放低了对习近平吹捧的一个调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习近平的本尊呢 他破天荒 没有现身辟谣 闭幕式反而采用了开幕式中各常委不如会堂的镜头 除此之外呢 没有其他的镜头 这名习近平参加了闭幕式 从这里可以得到部分的佐证 这名习近平确实可能是出问题了 没有参加闭幕式 而央视呢 又在帮他圆谎 所以央视的新闻林博里面 把闭幕式的镜头用了开幕式的镜头 这也是啊 证明习近平出事的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啊 按照常理来说如果习近平参加了闭幕式 随便拍个几秒钟的镜头就可以 对不对 没有必要用开幕式的镜头 那么用开幕式的镜头 唯一的解释就是习近平没有参加闭幕式 找不到他出席闭幕式的镜头 但是又为了安抚全国老百姓的情绪 所以呢 破天荒来造假 来圆这个弥天大谎 这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是三天会议期间呢 各大的官宣官方的媒体啊 基本上对这个会议啊报道的也很少 对习近平报道的极少 那么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按理来说三中全会举世期待 海内外高度关注 习近平在开幕式上也是高调的亮相 那么为什么后期啊 慢慢就放下了宣传的调子呢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除非内部发生了大的滤烂啊 或者是动难 第四个呢 是长安街啊 说如您大敌 装甲车武装巡逻 有网友拍到啊 长安街上有装甲车巡逻 当然了这个到底是以前的视频 还是现在的视频 现在还无从考证啊 开会的这几天呢 长安街上确实也是非常不正常啊 那么有一个网友就说了 长安街啊 天安门广场是全面的封建 不许行人游览停留 地铁天安门东站呢 也是宣告关停 何时恢复正常停站呢 没有显示 而原本天安门长安大街呢 都是快车行驶 少有自行车驶过的 但是在17日晚上啊 有大量的自行车 骑进了天安门长安大街 骑行者呢 不少人一手扶车 一手用手机拍照 小视频中明显是一出人们轻松心悦 感觉比较开心啊 就是这种表情 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出事了 大家在庆祝了 有这种嫌疑 当然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就是这种出事了啊 与此姓名对照的是啊 警察每隔20到30米啊 就有一个他们不断的催促 骑行者赶紧离开天安门广场 警察的表情呢 十分紧张 所以有网友根据这些描述啊 就推断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出事 1976年11月6日啊 毛泽东死亡当天 天安门的表现非常相像 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来推断了 习近平可能出事了 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作为证据啊 毕竟呢 天安门呢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开三中全会了 警察五步一杠 十步一哨 基本上也算是正常啊 包括地铁天安门 东站了 关闭 是不是也和召开三中全会有关呢 这个可能性 当然是有的啊 也许不完全是因为习近平出事 才会把地铁站关闭 才会有警察这么高度戒备 所以这些能言个人是认为啊 不能作为证据的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证明确实啊 是非同寻常长安大街上 特别是如果真的有武装车 在上面巡逻的话 说明长安街了 可能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第五啦 是习近平没有做出任何指示 未发表任何讲话 目前来看 确实特别是在闭幕式上啊 基本上没有他的直接的镜头出现 第六呢 是网友爆料说 习近平的嫡系部队 福建军区啊 大量的装甲车 驶过温州的境内 那么目前呢 这一只是网上的一个传言啊 有一些模糊的照片和视频 作为凭证 但是啊 不能百分之百证明 是福建的军区啊 在调动人嘛 那么网上的传言是 习近平呢 已经被反对派合力拿下 或者是控制 双方在各自调兵请降 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火变 所以这个说法 习近平被控制了 和习近平中风呢 就又是两个版本 所以也只能当作传言 停一下啊 这是第六点 第七个证据呢 这个可以作为半个证据啊 因为越共总书记啊 远富仲刚刚去世了 但是习近平呢 他没有以个人的名义 发信去道令 按照以往的观点 外国元首逝世 习近平应该是亲自制定道令的 但是这一次呢 没有 所以这个选择也是非常不同寻常 可以说越南人民呢 还是非常有福气 越共的总书记呢 远富仲 是在2021年本应该卸任的 因为他已经当了两届 但是他呢 看到习近平称帝啊 搞忠称制 他也非常羡慕 所以他又赖着 又搞了几年 算是在越南呢 开倒车啊 但是他开倒车 开三年了 就已经死了 可以说倒车 把自己挂掉了 但是习近平呢 开倒车十多年 目前还没有挂掉 那么如果习近平这次真的出事啊 可以说和越共的总书记啊 也是做一个伴 我还觉得是挺好的 那么作为习近平出事的 第八个证据啊 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民间的论坛上 一些自媒体上 很多人都在打暗语的形式啊 来说习近平去世 然后说各地的鞭炮啊 卖脱销 然后鞭炮企业的存货呀 基本上是供不应求啊 而且在昼夜加班在赶货 还有说了全国很多城市啊 53度的白酒市场也脱销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出事 然后中国的老百姓呢 都在普天同庆了 再放鞭炮 再放烟花 再买53度的白酒 来喝酒 庆祝习近平走了 因为确实他当政的这十多年呢 是对中国倒行逆施 倒车速度最快的十多年 让中国一手好牌啊 打得稀烂 然后普通的老百姓呢 怨天再道 可以说民不聊生 那么他去世啊 肯定是受到中国人热烈的欢迎的 所以现在网络都在疯传 说他或许已经是死了 然后多个城市啊 烟花齐鸣 这是第八点 第九点呢 还有一个证据啊 证明习近平可能是在抢救 或者说是生病出事了 这个应该是应对的中风的一个传言 他就是说了 孟庆毅 他是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 孟庆毅 他是1964年5月出生 目前呢 是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 是教授 他呢 目前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和家里面人联系啊 所以很多人质疑了 他是在抢救习近平 证明习近平已经中风了 目前呢 网上流传的最广的关于习近平中风的传言的证据啊 就是这九条啊 当然其中有些可以作为半个证据 应对习近平是中风 有些呢 可能也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言 目前呢 只要习近平没有正式的露面 只要习近平不在新闻宁波上发表他的视频 很可能呢 说明习近平呢 确实是有些问题的 当然呢 如果他突然现实央视的直播 或者说央视的新闻宁波里面来做一个最新的讲话 那么很可能关于他的传言呢 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关于习近平中风的传言呢 目前还在继续的发酵 特别是在习近平呢 不断的拖延 没有及时来辟谣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个消息传播的速度啊 更快 所以现在全国也是全世界人 都在等待习近平的亮相 如果再过两天 他真的不能亮相了 可能说明他确实已经game over了 那么中国人真的是到了普天同庆的一个时候啊 那么说完这些政治的话题呢 我们再来回归我们的老本行财经的话题啊 今天来说一下美国的股市 以及啊 美国的一些资本市场的表现 可以说这一周呢 也是美股啊 遭到重挫的一周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科技股啊 特别是七大科技巨头 开始大幅度的回调 而本周呢 美国科技股的跌幅啊 也创下了近三个月最大的单周跌幅 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啊 美国科技股的泡沫啊 可能开始正式的破灭 我们看看今天交易市场的情况啊 美国网络安全浓头了 Coundstrike它的软件更新故障啊 导致了微软Windows系统的 史诗级的当机 全球从媒体航空到金融等许多行业啊 一度是陷入了瘫痪 避险情绪呢 极度的升温 美股呢 主要股指啊 再度是全线的大跌 标普仅避险板块 医疗健康保险和公用事业的收涨 标普指数啊 像科技能源和金融板块啊 跌幅非常大 美股的主要股指了 高开之后啊 在盘初是均快速的转跌 科技股为主的蜡指啊 最深跌到了1% 标普500大盘呢 最深跌了0.9% 南筹股汇聚的道指了 最深跌幅高达1.1% 罗素2000小盘呢 最深的跌幅达到了0.8% 可以说整个美股啊 是出现了普跌的局面 还是啊 这两年涨幅巨大的科技股七巨头啊 目前呢 科技股啊 七姐妹多数是下跌 自7月10日以来啊 市值是蒸发了1.3万亿美元了 特斯拉收跌4.02% 本周累计啊 下跌了3.64% 宁伟达今天跌了2.6% 本周累计跌了8.7% 创下了4月19日以来 最大的单周跌幅 当时呢 是累计跌了13.6%啊 一周跌了这么多 而微软呢 今天是跌了0.74% 本周呢 累计跌了3.62% 年跌两周 而亚马逊呢 是跌了0.34% 本周累计跌了5.84% 也是连续两周下跌 而谷歌呢 是跌了0.02% 本周累计跌了4% 也是年跌两周 苹果呢 是涨了0.06% 本周累计跌了2.7%啊 特别是这几天呢 以前上涨非常疯狂的这种半导体板块啊 也是大幅度的回调啊 目前呢 美股大跌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是美国在9月份非常大的概率可能会降息 而降息呢 就意味着美国目前经济啊 已经出现了问题 经济衰退 所以降息反而是科技股大幅度调整的一个开始啊 因为降息它就开始计价衰退 经济衰退不行了 大的科技股当然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按理说呀 一般是在正式宣布降息之后 那么美股才会见顶 才会大幅度回调 但是这一次呢 因为美股这两年呢 上涨太疯狂 它的泡沫啊 太高了 特别是英伟达 大家看看啊 提前透支了未来所有的涨幅 所以这是泡沫中的泡沫 所以这次还没有到正式降息啊 这些科技股就开始大幅度的回调 我目前来看呢 只能说是回调 去把这个时间点拉长到未来来看 现在呢 很可能就是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的一个起点 就像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一样 我目前呢 美股啊 确实没有持续上涨的基础 我认为健康的回调一下 可能对它未来上涨还是有好处 当然也许这种回调 会转化为美股泡沫的一个破灭 毕竟呢 现在整个美国的经济环境呢 其实并不好啊 前几个月呢 当月公布的数据啊 都非常亮丽 但是一到下个月啊 就开始把上一个月的就业数据啊 开始大幅度的下调 那么其实说明美国的就业 现在是并不好啊 企业用人的情况非常不理想 老百姓的工资上涨 就业情况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其实啊 这就是衰退的一个信号 只要经济衰退啊 美国的股市啊 它是不会好的 所以目前九月份啊 将降息 它的化石逻辑啊 对应的可能就是美国的经济衰退 那么衰退一到来 股市是通杀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如果还在投资美股啊 是要小心为妙的 未来放眼全球啊 不管是股票还是楼市 都有一波深幅度的调整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是退一下能眼的会员群 目前啊 能眼的会员群呢 五个月的时间不到 可以说已经有1800多人 加入了会员群 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 同时来有一个电报会员群 还有一个沃斯APP的会员群 所以大家如果付费 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 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 可以加入一个沃斯APP群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本能眼编的 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 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 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你加入会员 这是免费送的 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加入能眼的这些会员群 可以说里面呢 确实是金音云集 信息量非常之大 你加入进来了 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 同时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